大家好,我是Stan 韓國NBC電台終於向Hive道歉了 10月30號,根據媒體報導 這次會面是由NBC先提出而達成的 當天NBC方對過去Hive旗下演員在NBC遭到的事情表達了歉意 Hive和NBC的不合可以追溯到2019年 2019年,BTS因為年底要參加在紐約時代廣場的演出 所以只能參加了XXX和KBS的年末音樂節目 未能參加NBC開業的出展 當時Hive有要求將BTS的NBC演出改為事先錄製 但未能與NBC達成協議 而因為這件事情 Hive旗下的澎湯雙雙胆、iance2, and Apple The Seraping ,Nuzins等藝人 在過去4年都沒有出演MBC的節目 當天彭希爾表示 NBC誠恳的道歉與對提高K-POP藝人權益的理解 使這次會面得以實現 希望這次會面可以超越過去的慣例 成為確立健康的內容製作環境的新起點 在這次對話中 龐希尔也提到了 改进歌手们在节目结束后 要等待制作团队打招呼的传统 确立以艺人权益为首要的制作环境 果然最棒的报酬就是成功 克克 终于道歉了 道歉的还真快呀 对庞瘫都耍大牌了 对其他歌手们会怎么样呢 有良心的话 不要再对我家爱都耍大牌了 去年损失很严重啊 克克 庞瘫现在是无法出演 但Nugent Sly Seraping 2x2NIP 也不出演音乐节目和年末颁奖点脸 所以比起KBS、SBS损失会很大 不管怎么样 粉丝们能在更多的地方看到爱豆们 就是一件好事 立案前发话给记者 立案 禁止出镜 明确证据 证据不明确 加强调查后决定召唤日期 然后今天警方表示 现在还不是考虑是否要召唤捆统的阶段 虽然没有警方的召唤 但局地表示 会自援附警提供谋法尿液等证据 让警方彻底调查已成清白 10月31号 局地的法律代理人声明 目前有很多没有根据的虚假信息在传播 我们希望代表韩国的K-pop艺人G-Dragon 不要因此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 希望媒体们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对于纯粹的猜测性报道 我们将会进行坚决的法律措施 然后昨天 韩国法院以犯罪事实证明不足 驳回了警方对G-D申请的通信记录搜查令 就是对手机上网记录等的强行调查 所以这也就是说 警方获得的口供 目前尚未能明确的确认G-D是否吸毒 而因为韩国警方持续的改口 G-D积极的行动 韩网的反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早就知道这样了 用以曾运无法掩盖杨平高速动路 总统李秘书官的霸凌丑闻 才强行提到了G-D的名字 一般都会颁发的搜查令 因为犯罪事实证明不足被驳回的话 看来真的是为了掩盖丑闻急忙爆料的吧 吸毒的人说没有吸毒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都被禁止出境了 一定是有证据的 要不难道是用钱摆平了 G-D用钱摆平毒品 那三星有些用呢 说点人话吧 第一次看G-D提告 真的希望不是 还想要听G-D的歌曲 警察和G-D谁在撒谎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Ivo Pedy Ivo新曲Pedy 在刚发表的时候 韩网的反应 没有说跟之前的歌曲一样那么好 但是昨天 Ivo在包括美伦的韩国 大部分音乐榜上 拿下了一位 啊 Ivo果然是Ivo 还是拿下了一位 虽然不是我家IDOL 但是拿下一位让我很爽 那些黑粉们还一直诅咒过气了呢 假装带西却在抹黑的疯子们 啊 太爽了 恭喜恭喜 本来就算没拿下一位 Ivo还是Ivo 因为真的有太多黑粉了 所以虽然是别家粉丝 但希望Pedy能哄很久 我会做的 因为我喜欢 这是一些 我会做的 但是我会做的 我希望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以为我做的 我会做的 所以我会的